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搞了一斤鲜虾 我们来做一道比蒜蓉蒸虾要相上好几倍的蒜蓉菊虾分酱给大家 首先把这个虾头给剪掉 然后把这个虾味给取出来 连带着虾线以此给它扯出来 非常的简单 大家看这样取虾味虾线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处理好的鲜虾我们给它开个背 从中间给它破开 好剩下三分之一就好一了 这样就开边虾 破好后再给它冲洗一下 里面多多少少会残留一点杂质 我给它冲一冲会比较好 冲洗干净后我们把它放到立篮中控水备用 来剁上一把蒜 一斤虾配上一大半蒜也就差不多了 把它剁碎 稍微把蒜蓉剁碎一点 吃起来口感没那么辣 好就差不多了 另外我们再准备一小块肥猪肉 把它切表片 锅中倒点油把它烧热 把油烧至四五成热之后啊 把火调小啊 先倒入一半的蒜蓉 把它慢慢炸香 炸蒜蓉火力不要太大 小火慢慢炸 把它炸至金香 好炸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金黄金黄的我们的熟蒜就炸好了 现在把火关掉 把我们剩余的蒜末给倒进去 先给它拌均匀 拌均匀后我们再往里面调味 来上少许的白糖 适量的盐 胡椒粉呢我们下少许去啊 不用太多 另外再来上一小勺的蚝油 再次给它翻拌均匀 拌均匀后把它盛出来备用 控好水分的鲜虾 我们先把它摆到碟中摊开 好摊好后 我们再淋上我们香香的蒜蓉 给它淋上去 调味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加点生抽进去 好铺完就可以了 取个砂锅把它烧肉后 先把这个肥肉给倒进去 把它煸出猪油 不用放油啊 直接用这个猪油 这个锅边呢用肥油给它转一转啊 把锅给晕一晕 好肥油出来后把它们摊开一点 再把我们准备好的虾给铺进去啊 把虾倒进去之后 马上把锅盖盖上 大火给它焗三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先往锅边淋上一圈 高度米酒蒸香 时间到把火关掉 哇 太香了 最后给它来一点葱花和红椒碎 点缀一下 一道砂锅局蒜蓉虾就做好了 这样焗出来的鲜虾 真的是香到连渴都会想把它吃掉啊 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吧